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女士正在因感情不和与前夫闹离婚 刘女士坦言正是因为认识了王先生 才让她坚定了要离婚的想法 可是当刘女士与前夫离婚 和王先生领了结婚证 共同生活在一起后 她却发现这日子过得 根本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 在生活上 王先生处处控制自己的社交 就是反正让我微信也不要用 号码也要换信的 就断绝一切联系 在身份上 作为王先生的妻子 她可以称得上是有名无实 在她亲姐姐面前说我是她过来的员工 然后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坐在车后面 就是偷偷摸摸的 甚至她说过年过节要带她前妻回老家过 然后他们那边亲戚有事情 她前妻去 我就是不存在的 甚至在自己查出癌症检查治疗的过程中 王先生都不能带给自己 完全的体贴和支持 去做检查 检查HPV高 最后使用那个宫颈癌 然后后来我就坚决要到去上海 或者是就是想多联系一点医生 她不同意 就觉得那边费用高 最后就是在当地的医院做了切除 可是即便如此 刘女士始终考虑着再婚不易 感念着王先生出钱给自己治好的病 宁愿在感情上步步退让 不愿意放弃 这一段婚姻 但还是总惦记着她的好 总觉得她还是善良的 没让我去上海 但是也给我看了 我觉得我还是挺感恩她的 但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退让至此的她 还是被离婚了 因为那时候她前妻和女儿知道有了我 她就想证实给他们看 就是证实她没有结婚 没有我 她跟我这么说 我们只是假离婚 婚姻是在心里的 然后就这样把我带去离了 我说你就把我送到 离了以后 你把我送到我妈那里养几天 她也不同意 她坚决要把我送到我前夫那里 因为我真的想不通了 那时候 我真的我就觉得离就已经离了 这种情况下 你再把我送回去 我成什么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中 出现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 刚刚把刘女士送回前夫家的王先生 没过几天 又坚持要把刘女士从前夫家接回 然后送到那里 才养了五天 她又觉得需要我回来了 又叫我回来 所谓回来 并不是因为我要接 必须要让她想她回家 让她回来就回来 因为我打电话过去 尤其她在哭 那是她在跟她前夫吵架 按照王先生的说法 既然是出于心疼刘女士的目的 才将她接了回来 那接下来 就该好好照顾刘女士的身体 两个人好好过日子才是 可是刘女士回来 才没几天的功夫 就在王先生的手机中 发现了网络征婚的信息 然后那几天聊天 我就觉得她有点反常 然后后来去复查的时候 我就看她手机了 看到了下载一对的日期 看到了所有征婚的那些话语 情感上的游离 已经让刘女士心力焦脆 而最让她崩溃的是 在经济上 王先生也开始对她有所保留 这让患病后 没了经济来源的她 感到十分的委屈与难受 刘女士最终能否改变 在感情中 步步退让 默默隐忍的现状 在调解团队的帮助下 她能否重拾尊严 活出自己 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调解 一退再退的情感 下节 这里是将这位视镜拍调解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然后送到那里 才养了五天 她又觉得 需要我回来了 又叫我回来 我说你既然已经选择 把我送来了 我说这连满月都还没满月 你就让我再多养两天 身体养的体质好一点 我说这样折腾 留下后遗症以后怎么办 她不同意 又去把我接走 所谓回来并不是因为 我必须要让想她 要她回来就回来 而是因为她在前夫那边吵 因为我打电话过去 尤其是她在哭 那是她在跟她前夫吵架 你感觉她在那边 过得也不开心 对 所以把她接回来了 是的 不是的 刚离婚 在哪儿待 就待了五天 那时候跟前夫没什么吵 因为不管怎么样 也生活这么多年 我刚手术 她不可能说 去跟我怎么吵 那时候 她是每天照顾我的 就是一日三餐 弄得好好的 饮食搭配 分宿搭配 就是各种对我身体好的 那你觉得 王先生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又要你回去呢 他就是害怕前夫对我好了 我先回去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那时候才五天 就要我回去 就是我不在的过程中 她登过我微信 然后她看到了 以前删掉的人 然后还有的又在里面了 然后就是把我接到家进门 就开始跟我吵 当时呢 我跟她解释 是有的拉黑名单了 我拉回来了 我说但是是因为 她前妻跟她闹 说要她还她前妻钱 因为那时候 我做手术要钱 然后公司就是给我 弄了一个捐款的嘛 那时候已经九钱多了 就差一点了 我就想把这凑齐 凑到一万整的 给她还她前妻 钱也凑齐了 一万块钱也给她 还她前妻了 后来回来就是 她发现这个事情 就跟我闹 就跟我吵 当时就骂我 不顾我身体 骂我 说我不要脸 说我是个垃圾 说我忍不住 勾引男人什么的 当时我就特别崩溃 就已经被她气得 躺在地上不行了 那种 她还是不放过 在那里唠叨我 你这身体吃得消吗 根本就吃不消呀 后来就出血 出院了呀 然后就是我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 刚好在她那里附近 知道我这情况呢 去看我 她不让我带进她家门 她就觉得我身边 没有一个好人 她不允许我带朋友 进她家门 要看你到外面看 然后当时我就哭了 我说可以 我说我也没打算带来 我知道你不同意 我说那我出去见 出去又不同意 然后又在哪里吵 吵得我就已经 坐在沙发上 就感觉真的 我就感觉我要不行了 后来朋友来 我都没说上几句话 就出血了 不行了 然后就上医院 又住院了半个月 就去的中途路上 她还不忘跟我吵 就还不忘怀疑 我就觉得我不行 我就觉得人品有问题 有什么 就各种伤害你的话 来说我 然后在院里 医生也交代她 不要再气她 你有任何事情 等她养好身体 有什么再说 这段期间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不然的话 你留下后遗症 以后经常肚子痛 又复健炎什么 她改了吗 她没有 回来还是吵 你有考虑过她的身体吗 怎么想的呀这是 那是脑子 也不是咋想的 反正心里 不舒服 心里就不舒服吧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拉掉的人 你为什么又把她拉回来了 仅仅是因为 将手机中的一些联系人 又加了回来 王先生就闹到 刘女士数度住院 这样的经历听来 不免都让我们 为刘女士感到心疼 最后 连医院的医生 都向王先生提出了 让刘女士 好好敬仰的要求 因为如此 王先生总算是 没有再找刘女士吵闹 可是刘女士 并没能过上几天 平静的日子 因为很快 她就发现了一件 让她震惊的事实 就在自己住在前夫家的短短五天时间里 王先生竟然又下载了社交软件 还在上面征婚了 我发现她 我们30号离得分 她8月1号又下载了 那个一对软件 又征婚 是我在她手机上发现的 因为她这种性格 我了解 她就喜欢 就喜欢在外面 就那种战化热情的 那几天跟我聊天 就觉得她不对劲 她就是那种 闲不住的人 我跟她聊了 她就觉得有事干了 不聊的 她就觉得很无聊 然后那几天聊天 我就觉得她有点反常 然后就后来去复查的时候 我就看她手机了 看到了下载一对的日期 看到了所有征婚的那些话语 而且是很诚恳地去征婚 非常勿扰 告诉别人非常勿扰 她什么样的情况 家住哪 就是很坦诚地去征婚 然后我当时心里特别受打击 这边跟你说假离婚 这边还在征婚网上 又发布了自己的征婚信息 然后而且我刚走 她就把我衣服全部打包 把她衣服挂得好好的 给我的解释说 是要搬回老家把这房子卖了 但是她的衣服挂得好好的 把我的衣服全部打包 你觉得她这是在干嘛 就是为了证明给 前妻证明给女儿 没有我的存在 那她这个征婚你怎么看待 征婚她跟我说是玩的 你觉得呢 我也相信了 你相信她是玩的 对 因为那时候 因为她把我送走 她一个人在那嘛 我心里就想着 她毕竟给我看病了 为我付出了 我又不在她身边 可能一个人无聊 去聊聊玩玩吧 也就相信了 相信她也跟我发誓 不会再有了 你能接受 就算是这样 你能接受 当时我是跟她提出分手了 我就觉得接受不了 觉得分手 然后呢 她自然就是口才比较好 比较能说 比较会哄 然后就向我发誓 怎么样怎么样 那都是玩的 对我是真心的 什么什么 保证以后不会 发誓以后不会 然后就带着伤心 还是原谅了 我很想问一下刘女士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你所有的看似的隐忍 在这种所谓的假离婚 婚姻在心里的情况下 你能允许王先生 通过征婚的方式去玩 去发泄一下自己的寂寞 那你把你自己当成什么呢 我就觉得离婚 是很不光彩的事 已经离了一次了 既然这次选择了 我就想着总有一天 她会能醒悟的 能会好好珍惜的 我就就是想 天然已经破坏一次了 这一次就好好珍惜 走到底 不要让人家瞧不起 不要自己心里再有阴影 王先生 你这边说 我们是假离婚 婚姻在心里 这边30号离的婚 8月1号 你去征婚网站上面 又去征婚了 其实提到这个 征婚这个字眼 是那天中午 好像是好像在下雨 我就躺在办公室 我在沙发上面那边玩嘛 然后我就登上去了 然后登上去 真的 说真的心里 还没半个小时 她就 开始就过来了 然后她看到了 没有没有 那是第二次了 怎么可能呢 就那一次 那是你两次 好了 你在上面发布了 你的征婚信息 《非诚勿扰》 那原来在上面 我有证据的 你刚才说的 那是第二次 我说的是第一次 然后 那你到底是真离婚 还是假离婚呢 在我心里是假离婚 我真的没上去 说什么东西 你都发布了 这个信息 其实八字东西 只是两人一吵 我就才上去弄的 一吵我才上去弄的 没有 那时候跟你没吵 那时候我错了 就是我的错 那既然这样的话 不管你出于 怎么考虑吧 刘女士说 那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分手呗 反正已经离婚了 彻底分开 你想争几个婚 争几个婚 你也自由了呀 为什么又不同意呢 其实是不同意 其实也不叫不同意 但就像她 身体还没恢复好嘛 就当一个人嘛 也没什么不同意 你是为了她的身体 对 没有什么不同意 那你在和前面的做法 也是矛盾的了 你又没照顾她 被你气得两次 都住院了 你为了她啥 至少她的开销 她的买用药 都是我来花钱啊 就是给她花了钱 我真的这么做呀 这件事情说到最后 王先生还是认为 自己没有对不起刘女士 至少刘女士看病 还有生活的一切花销 都是自己在承担 但是对于这一点 刘女士告诉我们 也许是因为前面的 种种矛盾积累 又或是这一段时间以来 因为要照顾女儿 所以她经常要回老家 和女儿生活一段时间 没能陪在王先生身边 让王先生有些不满 因此在经济的给予上 王先生对自己 开始有所保留 这让原本因为患病 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的 刘女士 日子过得十分委屈 就是用钱方面 她高兴了能多给一点 最多给一千 还是我去复查 或者去看她的时候会给我 然后平时高兴呢 一百两百或者五百 然后不高兴 几十几块也能发 就这样 有的时候问她要钱 她不高兴了就没有 最让我伤心的一次 就是晚上我 我女儿被狗手弄破了 要去打狂犬疫苗 没有钱问她要 她给我三百块钱 然后跑了两个医院 不够差七十块钱 她没给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给我 第二天早上 我才带孩子去打 她跟我说没钱 但后来我回去 我发现她给我转钱的 同时手机里还有几千块钱 她跟我说没有钱 其实我并不是没钱 不给是因为 她的前夫也在 她孩子叫她爸 她也在 她都没有拿出钱 都没有陪女儿去打针 那是我不让的 因为我觉得我 你不要这样说话 你不要说不让 是的 她当时问了 是我带去还是你带去 我说我带去 所以我才没给她那个 所以你是认为 她还有爸爸 对不对 对 因为她那个孩子不理我 让我伤心的就是 那时候呢 她女儿问她要一万块钱 买手机买电脑 她没钱给 然后她女儿就跟她吵 骂她 把她拉黑 就她挺难过 她毕竟很心疼她女儿嘛 我看她也挺难过的 我又想着 反正既然大家 以后要在一起的 就付出一点 能让女儿 不是说怎么接受 我最少不排斥 不要再那么僵 然后呢 那一万块钱 我来想办法了 就是我背着她 那我没有工作能力 我没有钱的 那一万块钱是我的大伯 就是捡垃圾攒的 她年龄大 不好存 存在我这里的 我想办法弄 转给她女儿了 让她买电脑 买手机 然后就在这个同时 在我为她女儿筹钱的同时 那一天 她前妻生日 我刚转身走 她转身 就给她前妻 过生日 发红包雨 订生日蛋糕 你后面怎么知道 她转身给她前妻 发红包雨 因为我给她女儿钱 她女儿还是不理我的 钱也转给她了 然后我跟她女儿 沟通发信息 发了好多好多信息 都不理我的 后面她也跟我吵 我就觉得 我付出再多 你还是觉得我不好 我就生气 说出来 我说给女儿 转了一万块钱 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我说你也对我这样 她听说 我给女儿 转了一万块钱 就挺感动的 就开车过来 想陪陪我 但是她没有亲自跟我说 给她前妻过生日了 你怎么知道的 拿着手机 看那样 因为她前妻生日 我知道 所以我就想看一下 她有没有做出什么 结果还是做了 其实说新年后 我也冒动 我也看不到未来 说说在情人方面 我也开始扣了一点 你这里跟她假离婚了 又不放手她 这里跟前妻早离婚了 又不放手前妻 前妻是放手了 早就放手了 你这又是红包雨 又是过生日 又是情人节的 这叫放手啊 过生日是因为我女儿 而且还买了 一千多块钱内衣 我看了三百块钱的 夏天的衣服 跑了两趟没舍得买 给她前妻 买了一千多块钱内衣 买内衣是那天 那天女儿回来了 就要叫她妈妈去逛街 但我知道我都有她了 我不能陪她去逛街 女儿就拿着我的信用卡 刷了这个内衣 不是 说到现在了 我再问一下刘女士 你自己对未来 你是怎么打算的 其实我是对未来 是没有一点希望的 来的目的就是 我受了这么多委屈 她反而还跟我吵 还觉得今天我们俩 没在一起 是因为我心不在她这儿 是因为我不想回来 你想要一个公道 来抱怨我 对 我就是想要一个公道 我觉得我心里特委屈 我就觉得我现在活得 给了你这个公道呢 给了这个公道以后 顺其自然吧 看她表现吧 王先生 今天她既然是想要个 公平共争 我也觉得在这个婚姻里面 我也看不到希望 我是愧疚 你的意思是分开 分开吧 本来我是真的很努力很努力 她听到这么多委屈 我真的是 因为我没有对她 你觉得她的这些委屈 跟你有关系吗 都是极大最大关系 都是我的错 那既然是你觉得 你还有这个心 你很努力 你也觉得刘女士很委屈 都是和你有关 但是你选择的是放弃 你没想过说 好好对她 弥补她 照顾好她 我可以弥补她 但是我照顾不了她 我不相信我自己能照顾好她 如果说彻底分开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有个月 还是给她两千块钱 保险 她是走到我公司 我公司给她交 直到她找到 或者她回家复婚了 或者找到人都可以 原本在开场说 想要好好和刘女士 过日子的王先生 在最后竟然选择了 放弃这段感情 甚至连分手以后 对刘女士的生活 都做好了一番安排 听到王先生 这个决定的刘女士 此时在一旁 早已哭成了泪人 回想起自己这段婚姻 从前遇到的种种矛盾 无一不是自己步步退让 可是到头来 却收获了这样的结局 委屈与心酸的泪水 是再也止不住 看到这样的刘女士 观察员刘峰 有些话想对她说 希望刘女士 能够在哭过痛过之后 静下心来 好好思考自己 对待婚姻 对待情感 应该有着怎样的态度 刘女士 我想跟你说一些话 其实也是想 跟电视机前的 所有的女性说的话 我们对婚姻的态度 应该是更加审慎和严谨的 不要轻易谈离婚 当然我们不是说 无法相处的人 也非得直死地缠在一起 是说离婚以后 如果我们要再婚的话 再婚以后 所面临的事情的复杂性 一定是比初婚要复杂得多 要难处理得多 夫妻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叫信任关系 比初婚的两个人之间 要建立信任关系 难上加难 而在你与王先生 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步步退让 以为这是正常的 虽然不太正确 但以为是正常的 但在我们看来是极度反常的事情 全部在你身上发生 当然假如说他能够去深度反思的话 那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但我估计他很难 几十岁的人 这些东西是已经是骨子里的一种价值取向了 真正的爱 真正的感情 是我觉得你年轻 我觉得你漂亮 这个很正常 但同时我可以为了你 我去牺牲我过去一直追求的一些东西 我要用我的真心换得你的真心 而不是我要用我强力的手段来控制你 让你为我所用 为我所需 不是的 为什么我们说 经常会碰见说 好女配渣男这种事件经常发生 我倒不是说你今天就是遭遇这样一件事件 但是呢 确确实实 为什么好女会碰渣男呢 渣男他很有手段 很有办法 他可以控制你 然后呢 你以为那是一种爱 其实真正的爱就是平等 就是奉献 彼此的奉献 我奉献给你 你奉献给我 我牺牲一点过去的东西来成全你 你牺牲一点过去不愿意做的事情来成全我 这样的话 我们才是能够构建一种冲往幸福之路的生活 王先生 您对您前妻和女儿 您是有愧疚心的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你一边和刘女士生活在一起 一边还和你的前妻发一个红包 还经常出现在她们的生活里面 女儿她如何去判断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她不希望她的生活里面和这个阿姨纠缠不清 所以你说你愧疚她们 你所做的其实还是破坏性的 你总是用这种转世的这种目光 去处理当下的这种事情 或者说你的情绪 然后当刘女士说你踏实 说你善良的时候 其实我都想笑啊 为什么呢 踏实是什么 踏实不是一个人踏实 不是你自己踏实了 你得让两个人都踏实了 你得让他安心吧 那才是真正的踏实 善良 善良是什么呢 善良也是为他人着想的一种能力啊 你为他去着想了多少呢 很多的时候就是我心我所 照顾自己的感受 对于王先生来说 我还是想告诉你 在感情的这个事情上 干干净净 和前期的关系也处理得干干净净 不要纠缠不清 好像是自己在负责任 其实也是给他们添付的 和前一段感情有真正的结束以后 才开始下一段感情的尝试 不要混淆在一起 那你也做不到的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这个我承认 女方 你把婚姻标准降得太低了 我调解过上万次案例 我觉得你这个案例 这个婚姻调解的案例 我觉得是最傻的情感问题 我觉得你爱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你活在这种卑微 连战都站不起来的这样的位置上 让我为你都痛心哪 比如说 你说你的女儿去打狂犬育苗 因为七十块钱 你拿不出孩子的狂犬育苗没有打 你是妈妈呀 你是母亲哪 七十块钱你都拿不出嘛 你为了她的女儿 拿出一万块钱去讨好 这是你自虐自己 你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 你就对自己的伤命都不负责任 我必须唤醒你 婚姻真的不是女人的全部 不是再婚了 我全然的就依附于这个男人 你一次一次的选择原谅 这不是你一次在一次 在重容着他吗 你现在还在抱着这种幻想 这里口口声声流着泪 咬着牙 我还是想怎么样 你在消耗你自己的生命 你知道吗 一个女人连自己的生命 都不懂得去尊重 不懂得去保护自己 我替你担心啊 女方好好想一想 婚姻就是这段再婚的婚姻 给你带来了什么 假如说真的分开了 我请你分得干干净净 你要不要觉得 这个男人是你的救世主 把自己活好 分析你们俩 我觉得是一个挑战 为什么呢 不是你们有多坏 也不是你们有多复杂 而是复杂后面 藏着看不见的简单 所谓的坏后面 又藏着一点点的空白和物质 就是王先生有点像什么呢 你在处理感情的时候 处理问题的时候 你知道你自己发心是不坏的 所以你会忽略掉 你的行为给别人带来的困惑 当你游走在他和你的那位前妻之间的时候 你会认为你只是一种情绪表达 我不认为你真正在玩弄感情 或者你想玩弄感情 但是客观上来讲 他就是啊 那你想你想 我们抓到一个犯罪的人 他伤害别人 然后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解释 但是对不起 我们只能看行为看结果呀 我怎么去聆听你的童年故事 我怎么去听你在暗夜里 对于良心的告白呀 我只能看到你在第二天 刺杀了一个人 所以你忽略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认为你是一个 很容易简单的快乐 简单的愤怒 简单的决定 以及简单的表白的男人 那这样的话走到哪里 你都像风火轮一样 都会伤机无辜 所以这个你处理这些问题 说白了 付钱 刘女士这一边 其实也很特别 刘女士你会觉得 你自己是受害者 但是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你也是不断地丢弃原则 第一条原则 你已经破坏了 就是婚姻之内 大家不要走那么快 哪怕是真感情 不要走那么快 第二条原则就是 由于你害怕 第二次婚姻失败 所以你用失败来搪塞失败 用失败来掩盖失败 活在面子里 就是与其说两位 对对方有多依赖 不如说两位对情感 对婚姻有多依赖 而核心的那个人 其实是宋风 那这个就说明是 内在的空洞 是自己在情感上 不能自立 必须要拿一个婚姻 或者一个人 去把它给拴住 但是婚姻不是这样的 婚姻不是因为我站不住 所以我要找一个人靠 婚姻是因为我站得住 所以我要吸引一个人同行 这才是婚姻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个婚姻好不好办 好办呢 第一你们已经离婚了吗 第二 掂量一下孩子 除得来呢 第三个 请问 你们从认识到现在 除了一段时间的激情如何 有什么时候会有身情似水 身情似水 它其实是要心灵的沟通 激情似活很容易的呀 略有姿色 嘴巴略甜 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有火花 这个我觉得 不是作为爱的依据 能不能走到对方的心灵 才是真正的依据 所以今天离开有多难吗 未必 两位都好好想想 如果能切割 今天其实是一个好机会 如果要往前走 全题一定是读懂对方 然后调整自己 这是波尔法门 胡建云发言中最后的态度 其实是希望刘女士和王先生两个人 都好好审视他们之间这段感情 如果不能真正读懂对方 遵循婚姻与爱情的本质 那么分开也未必不是一种选择 调解随后进入密室环节 观察员刘峰和廖启远 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进入了密室 为他们这段错综复杂的感情 找到今后的方向 对于刘女士此前希望 这段感情中的矛盾 凭个对错的诉求 观察员和调解员的发言中 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 那么对于今后的生活 刘峰在密室中建议刘女士 如果两人继续下去 仍旧是伤害的话 那么不如彻底分开 跟她分开 这是肯定的 这是我个人观点 原因很简单 她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 我只想告诉你的是 你配拥有好的生活 你要给自己不断地提醒自己 但是鉴于刘女士 现在的身体状况 刘峰建议 还是以养好身体为主 然后再来探讨 今后刘女士 独立生活的可能性 第一把身体养好 不管是她给钱 还是什么方式 然后开始适应 她从我的世界里出去了 我如何去生活 这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没有那么难 生活没有那么难 我一直从小 我就觉得我还是挺坚强的 因为从小靠不上爸 靠不上妈 我从小也就很独立 因为现在身体情况 还不能上班 其实我也想过 找工作 就是过万年 找工作 自己独立 生活的独立 你不是问题 这个身体状况 健康问题 慢慢来养 不早期 但是呢 你一定要放下幻想 你不能对她 抱有任何的幻想 我提醒你 我再次提醒你 而密室的另一边 从王先生和廖喜玉的谈话中 我们不难听出 对于之前观察员的有些发言 王先生仍旧有些不平 没想到我真的是 真的是长难 没想到我特别坏 没想到 没有没有 不是说你不好 就是有时候会说到 她在动手术 十几天 你带她去搞个假离婚 时间确实不恰当 你处理文帝的能力 还是比较弱的 而对于今后和刘女士之间的情感 该走向何方 王先生显得有些反复 是继续 是继续还是放下 放下 放下吧 这么委屈就放下吧 就放下是吧 就是说放下她呢 舍不得 真的舍不得 她毕竟她也没有说我不好 她就是有点委屈 看看 真的也没说我 真的不像个男人 你现在的忠实想法是什么 在一起可以 小孩到这边来吧 最终 王先生还是表达了 对刘女士的不舍 希望能够挽留住这段感情 那么 廖祁玉告诉王先生 如果想要挽留刘女士 那么之前 她有些做得不合理的地方 就坚决要改正 但这个过 就是一定要有合法的法律手续 就是要不分 这个你同意吗 这我本来现在只是同意 还有一个 如果就需要过 你给你前妻发红包啊 这种枉断失联的有些东西 这个我会杜绝 随后 廖祁玉来到了刘女士的身边 向她转达了王先生的想法 我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你 你相信她说的话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要判断 离婚结婚 这都是你们的权利和自由 但是我希望你过得幸福 我是尊重你的选择的 不再相信 还是不过 但是让我把孩子接过去 我做不到了 因为她给我的感觉 就是讨厌这个孩子的 看在我的面子上 忍着自己去对孩子好 那好 你决定彻底的放下 那你对今后 你是怎么安排吗 在生活方面嘛 我现在是确实 没有一点点生活能力 没有生活来源 对 你提出来 你就觉得 你每个月能给我多少生活费 如果我再婚了 你就不需要别了 大概 那就两千吧 两千 我带着你这个想法 我去找找她 好吗 也许是对王先生 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刘女士最终在密室中 还是选择了分开 带着这个决定 廖锡玉回到了王先生这边 他说既然你委屈 他也委屈 那就这样 互相的痛苦 他说还是不过 建议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他就说 现在他出去工作能力 肯定是没有 他要提出来一份钱没有 这是我志愿 他要提出来一份钱都没有 一份钱都不给他 他要提出来一份钱都没有 他说每个月 给他两千块钱送付费 等到他身体恢复了 这是我提出 我愿意给 他来的时候我就答应给他 答应给他 好 他不来调解 我也答应给他 都不用说 在我们这里 你现在要定下来 不是你说说而已 我来是调解 并不是来签合约 懂吗 我在调解 不是在签合约 我还要对他好 我还是这样对他好 我那边买的房子 他随便去住 可以去住 你住不住都随便你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那没有什么了 万一生活费的两千块钱 你也同意给 我不同意给 他说出来我不同意给 他不说我会给 他说出来你不给 对 你这个说得清 你处身明明白白 你藏着掖着 我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说 我一定要跟你说 我没有必要 但是我会凭我的心做事 最后 王先生的态度 显得有些奇怪 也许是没想到 刘女士最终会想要离开自己 对于刘女士的这个决定 有些难以接受 那么最终回到场上的她 又会作何反应呢 我们的调解 马上回来 结束吧 刚才还没结束的时候 她不就也说分开吗 其实我觉得在一起 看到她这么激动 她也觉得这段婚姻挺委屈的 挺累的 挺痛苦的 付出挺多的 我没必要花这么多钱来 我就买这一段 这个到最后 马上渣男的婚姻 我太失败了 告诉你 那你意思你现在 把这些怨气败在我身上了 没有 没有 真的太失败 黄先生你这样好吧 你说几个理由 就希望她留在你身边的理由 让她去做决定 理由 我从来没有对她获信过 我从来对她都是真心的 虽然说有的时候 男人发现错 但毕竟我们在外面 做生意的 有这花是惯了 不要解释 好 不解释 这是第一 第二 她说什么 需要钱没有 有的时候我就不高兴的时候 哪怕吃个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我都会给她 经济上是会支持她的 是吧 对 肯定是支持她的 第三 我外面没有女人 真想跟她过得知 就像把孩子带过来 你最爱她是什么 爱她善良 善良 像个世子 不不不 上世子我不会逆她 我当时我逼她 你问她 游医生你表态 你自己考虑 这个是真的你自己考虑 因为她刚才也表达了 她的理由 我们今天该批评她的也批评 她该接受的 她也确实也表态了 不接受的她也喊了 你自己做个决定 我如果做决定的话 女儿是不接过去了 女儿不接到身边 是吧 对 然后如果她还愿意 那就再给她一 试试看 对 一段时间再看 大家互相珍惜 对 看看 可以吧 还会不会再折磨我 再让我痛苦 两位回去试一下 好不好 吸收下我们的建议 好的 真的 先照顾好她的身体 成熟的人 不会记别人骂什么 而是记自己做错事 可以调整什么 大家说你们 也不是为你们好 难道是为我们自己 这个道理 你们还不清楚 好 谢谢老师 调解结束了 令我们感到有些诧异的是 在密室中决定了 要分开的刘女士 在听过了王先生的表态后 还是决定 最后再给王先生一次机会 对于当事人做出的决定 调解团队表示了尊重 我们也希望 经过本场调解后 王先生能够意识到 死前的行为 对刘女士的伤害 在今后的生活中 好好照顾她的身体 修复她的心伤 像她最初认识刘女士 承诺的那样 带给刘女士 真真正正的踏实感 在感情中 一味地容忍与退让 换不来爱 更换不来幸福 只有梳理起自己的底线 活出自己的尊严 才能在感情中 收获平等与尊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